食貨之人 選SAMMY SAMMY選東西 正呀 少了你幾年了 吃什麼呀 吃這個舉樣 舉樣 保持健康就好了 是啊 可以幫你排清毒素 又或是促進腸臟瘀動 還有有飽足感 所以很多人減肥 保持健康都會去吃 但他最大麻煩就是會逐死 這是令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真的會啃死你 吞進喉嚨 他真的會咄進去 搞到我到鏡頭真的有人死過 小朋友跟老人家吃的時候特別要留意 其實我們很久之前已經試過一次 那次就試土味 這次我們就換過味 試提子味 隨便吧 你不說我誰記得嗎 吃就行了 好 吃吧 好啦 嘩 一粒粒的 不是一粒粒的 不是一粒粒的 獨立包裝 他們不是獨立包裝 只是你 好 看下去 他這個舉樣 看下去的感覺 比平時鬆彈很多 你看看 我震它 很棒 很可愛 是啊 很可愛 你看看 彈一下彈一下 好啦 看下去 質地就很彈 好彈喔 不是啊 是不是你手震了 哎呀 哎呀 給你一點效果 給你看看 怎麼看到 手什麼震 好彈 都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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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我有些要看醫生才行 咦 真的是震的 你的手 你試用這麼大力用 放鬆 放鬆 放鬆哪裏 手指 放鬆 太緊了 太緊了 很多 不是 都震了 你讓我試一下 什麼 又讓你試一下 可能我還震過你 所以你沒事 可能 我待會讓你試一下 讓你玩玩 我試一下 嗯 不錯 那個QQ程度是怎樣 QQ程度是一般 一咬下去就鬆散了 提子味都不太濃郁 但它的精彩不夠太甜 如果被人清淡的話 簡直是適合 但普通人來說 咬它不夠濃 簡直是好像 喝完那個果汁之後 朗杯 朗杯 朗杯那杯水 唉 很怕那些 很淡而無味 但又聞到那些提子味 聞到 是咳水 六分半 提子味咳水 你小時候 提子味咳水 是啊 橙味是什麼 橙味 橙味就是咳水 橙味就是咳水 什麼就是這麼多選擇 當你的背對話 提子味咳水的時候 炒味是什麼 都是咳水 為什麼是 嘰嘰冰 什麼 炒味沒有咳水 哪有咳水 咳的時候 有什麼還沒吃過 炒味有時候是化痰的 有時候是通便的 咳兩杯都是橙色的 我試過喝那一瓶 真的香蕉味的結屁屁屁的 沒有 爸爸也認識的 那個我也喝過 香蕉味 香蕉味是臨病 不是 很小時候喝過 香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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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 我記得的 橙味咳化痰 香蕉是聖病 兩杯都是那些味 到B了 B看我樣子 嘩 爛了 好噁心 咳 嘩 直接好像 很難用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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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血結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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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是差別的 一夜粉碎 一夜粉碎就有啫喱 味道不抄軟 味道不抄軟 剛才你說不是濃一點嗎 香一點 這個香濃一點 便宜一點 如果是便宜的就好一點 不用想了 B 你今天 吃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B貴是來自日本群馬縣 那個地方是出產最多的菊藥 也是我們初初吃菊藥的時候 就是能接觸到她 是買月的菊藥嗎 是的 我們吃開的 難怪的 真是貴的 不夠猴 還想聽早霸王 快點上8001903.com 聽一份節目重玩 早霸王